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 Rode to Success SPM 2020 你们好吗 不好也一定要讲好 要跟你们讲 今天是一个很好很好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由我来主持这个节目 大家好 我是Fiona姐姐 记得要叫我Fiona姐姐 今天我会跟你们讲 今天的题目 真的是一定一定是很棒 可以帮助到你们在家的考试 今天考试考试 今天是讲什么什么 subject呢 在家在那边问 今天要教什么 subject 来我跟你讲 姐姐Fiona姐姐跟你们讲 今天我们要教你那个 subject 就是华文SPM 2020 所以在家 如果你们在那边想 我的SPM 我们今年的SPM 华语 怎样好了 我有很多问题要问 但是我要问谁呢 不用担心 等一下我就会带一个 很棒很棒的老师来 帮你们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呢 我一定要跟你们讲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OK 你们记得现在有什么呢 有一个很坏很坏的病毒 就是COVID-19 如果是知道有COVID-19的朋友 举手 看不到 没有关系 其实我看到了 跟你讲看不到罢了 那记得呢 如果你们去哪里都好 如果要去啦 OK 必须要去到的 一定要戴什么 戴口罩 还有出去了 过后回到家 一定要什么 洗手 洗手不要只是用清水 一定要用肥皂 然后就放洗手 如果在外面是没有 那个砂盆 或者人家讲 那个什么肥皂 用洗手 永远放在那个 口袋里面 OK 然后呢 记得记得 不要靠近人家 一定要有那个 一个米的距离 人家靠近你 一定要讲什么 嘿 你不要靠近我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下有COVID-19 不要不要 OK 好吗 OK 好了 听我讲的这样多东西 你们在家一定在想 我的老师呢 我的老师在哪里呢 别急 来 我们看一看 今天我们有什么老师 会来到我们这里呢 来 请看 来 我们一定要唱歌的 在家里的朋友呢 请你们拍拍手 因为我们有黄老师 黄老师是从SMK PTUMPRM来的 是的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老师 有32年的那个经验了的 OK 老师 既然你在这里聊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同学们在家 一定是在那边想 我华语啊 如果不Pass 没有关系啦 不重要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同学们 这样子来想 老师要讲什么呢 骂汉先 如果你没有信心进入考场 那老师只能够说 你就不要上考场吧 但是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来 经过今天的节目 黄老师希望你们都 信心满满的进入考场 把你所会的全部 按部就班的写出来 没有问题 对 很棒很棒啊 OK 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 来问一问我们外面的小朋友呢 不小啊 我们的朋友 中学生 中学生朋友 这对他们 他们对这个华文呢 有什么想法呢 来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VT 这个视频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是来自福总市中心 国众一校的黄智杰 当初想要去报考这个2020年的 这个SPM华文事件 主要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 就想知道自己的水平 究竟是到底华文水平 究竟是一个到底怎样的地步 并且去尝试一下 以自己的母语来面对 也许是人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总市中心 国众一校的张立衡 那为什么要报考SPM华文呢 身为华裔子弟 学习自己的母语 报考自己的母语 对我而言 是理所当然的事 难道这还需要理由吗 我认为我为什么会报考华文科目的原因是 我是华人 华文是我的母语 报考华文能让我更深一层的学习华文这个语言 它的历史与背景 虽然华文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对比较难的科目 但我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放弃报考华文 另外也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华文老师非常用心地教导我们 使我能够坚持把华文学好 即使不一定能考得非常好的成绩 我也不会因此而后悔报考华文 很好拍拍手 我很喜欢刚才妹妹讲的那一句话 我们一定会考到好的成绩 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讲 我在studio里面不只是我 还有黄老师 还有谁呢 还有很多很多同学们会跟我们在一起 来我们看一看 今天我们会有谁跟我们在一起 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位同学 哈喽 你们好 黄老师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他们是从哪一间学校来的呢 这些学生是我从吉隆坡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起是吗 我叫文秀 我叫文秀 来自 SMK 的夏普达那 然后呢 我们还有 一起是吗 我叫文秀 哎呦 不进了 没有 变了猫 过来自权下不干的也是 然后听念碰 啊 好 然后我们有 卫宜的一个男生在这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叶凯 哦 OK 然后我们还有 下一位 卫芳是吗 卫芳 听不到是吗 有一点点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韦芳 啊 可能一点点 读 SMK 的夏普达那 啊 然后下面呢 罗燕是吗 在那边笑她的朋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乐妍 哈喽 乐妍 然后最后我们要 叶 叶 黄老师 我是芷茵 也是丰范的学生 嗯 很好 那么我要问你们哈 你们准备好了吗 要学习今天的课程 好了 好了 那么交给老师啦 黄老师 谢谢 比奥娜 好 同学们 请你们看一下 我的这一个 呃 视频哈 这里说到 考好试卷一 并不难 来 同学们 再跟我念一次 考好 考 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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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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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好试卷一 难吗 不难 不难 对的 就是不难 好 接下来呢 老师就要 一点一点的 跟你们分享一下 老师的 教书经验 OK 好 在这个试卷一 我们将会有两个部分 就是甲组应用文 还有遗嘱作文 那同学们 你们知道在这个 应用文这部分 考得好 你会拿到最高多少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考试了 还不知道 我 我可以答吗 好 Fiona 你就上吧 OK 30分 对不对 对 非常棒 其实我们的同学 也应该知道的 好 对了 应用文 总分是30分 同学们要考得好 就一定要准备充足 OK 那我想问一问 乙琪 这一个应用文 有什么类型 公寒 对 还有呢 除了公寒 通告 再来一个 启示 启示 对的 同学们 你们要进入考场 对于这一个 甲组的部分 你们要准备好 这三类型的应用文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这个应用文的要点 那你要准备好 所以你要准备什么呢 那老师这边就有几个 几个技巧 让同学们好好的记住 首先 首先就是 格式要记熟 OK 熟记格式 OK 也要 看清题目 对于这个考试的题目 你一拿到了 先不要担心 慢慢的 好好的 清楚的 看它 好 接下来 看了题目 你就要拧好你的内容 要点 你要写什么 最后呢 你需要用 简明通顺的文具 来书写 好 这就是应用文的要求 好 那同学们也一定要知道 在作答应用文的时候 有关的重要事情 就是格式 你的格式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根据一定的要求 就像刚才同学们说了 应用文有三种 第一种是公函 公函有多少个格式 同学们一定要了如指掌 然后如果是通告 又要多少种 七种 第三种 启示 六种 所以同学们都要记住 记好 记熟 这些有关的格式 不用担心 等一下黄老师会一个一个的讲解 那第二项重要的呢 就是你的内容 你要写什么 你的内容呢 要求是要切实的 要充实 还要完整 所以同学们 我们在写英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内容 完整的内容 来拿 来取得高分 好 第三个 就是表达 就是你的书写 你书写的文字 需要简明而要 OK 你的结构要调理分明 好 第四项就是 戳词 你需要用一些礼貌的用语 OK 用字要贴切 要非常的精简 然后呢 要适合 要正确 最后你的字数 同学们 作答应用文的时候 就不可以超出 这个字数的要求 在题目里面 会告诉你们 说是120个字 好 来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可能我请文秀 去我念一下这一篇 这个题目 修齐中学成立一个省事团 是以修齐中学校长林志平的名义 你一则请求某团体义务 教导五师的公寒 很好 看了这个题目 同学们 你现在要写一篇公寒 那这个 这间学校就是修齐中学 它要成立省事团 那这封信是谁写的 可能我再问回文秀 这封信是谁的名义来写呢 是修齐中学林志平校长 对 是林志平校长 是的 然后呢 再仔细地读这个题目 那里有一个词叫做义务 好 文秀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义务呢 是不给任何的酬劳 对 就是没有付费 没有还钱 是的 这义务 义务 对不起 义务这一词很重要 因为我们是请教练来教五师 但是呢 是没有给钱的 哇 老师很棒 你的同学 你看文秀 好像全部都回答 30分 在你的手中里面 一定要回答 OK 好 好 接下来呢 这一份公函呢 是要求 请求 这个某团体 那可能文秀 我还是要问你 什么叫做某团体呢 是某一个团体 某一个团体 当然在这里就是 省师团的团体 所以你需要给一个名称 这个团体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嗯 你们要知道怎么正确的回答 这样的题目吗 首先讲到格式 公函格式有多少呢 一题 十个 嗯 十个 对的 同学们要记好 十个 那内容要写什么呢 会很担心是吗 根据刚才的题目 OK 我回去一下 嗯 这个主题就是要 请求 OK 某团体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 确定 对方是哪一个团体 义务教导 武师公函 OK 就是请对方来这里 教导这个武师 好的 那除了内容 格式内容 这是最重要的 刚才老师也讲了 你们的表达 那些就是要看你的 准备功夫了 嗯 好 这里呢 老师就给你一篇 模范的答案 OK 模范吧 哈哈 因为叫你写 可能你也不够时间 嗯 不用紧 我就请我们的同学 啊 来说一说 这一篇模范答案里面的格式 刚才以其说有十个 那可能再请以其 告诉我们哪 哪十个呢 OK 写信任的地址 收信任的地址 就是日期标题 标题 就是没有花钱的 请这个教练来学校教武师 那有什么内容呢 谁可以答 举手 有吗 你们可以举手要回答 这一篇 是不是在学校有些这样子 老师问 有谁要回答 没有人会 举手的 哈哈 我看到Lock in Lock in有 举手一点点 没有 叫坏他了 吓到你了 来 不用怕 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好不好 可能就由以其来说 第一段说了些什么 我看到第一段就是 他有为学校就是 他要办活动的宗旨 可能你念一下大声一点 念出来给大家听 好 就是他的第一段写的是 为了发扬花族传统艺术 本校计划于三月间 成立学校新师团 那这里呢 其实我看到是有宗旨的 活动宗旨 对的是很好 那第二段呢 我们请下一位同学 来我们试下 不用怕如果有错 老师在这里会帮你 第二段 他这里是提到写信的目的 就是他们要求 50团免费教导学生 50 然后这里也是有提到赞语的 对吗老师 对 那请问这里的赞语是哪一句呢 有谁可以回答 韦芳 或者你再给我们说明一下哪一句是赞语 你看得到吗 以及要帮忙 好的 看到的是素文贵团热心于发扬50的艺术 对 这个是写信的目的 为什么写这封信 就是因为呢 对方 贵团 对方就是我们称呼对方 我们不说你 这个太直白了 没有礼貌是吗 对 也没有礼貌 因为这个应用文要用礼貌的用語 对 所以贵团就是对方 他们热心发扬这个武师艺术 那就特别的请他们来教导 当然这个教导有说明是免费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三段可以写什么 可能下一位同学 谁可以帮忙老师念呢 Rachel 好的 第三段是讲 本校50队将招受30名初中的学员 并于今年3月份开始于本校礼堂进行练习 那这里有说到什么呢 内容 这里有说到关于他们的提供详情 日期以及地方 对 这里说到有招受30名的初中学员 有这个资料详情 然后时间就是3月份 ok 然后地方在哪里进行练习就是礼堂 所以Rachel说的都对 那第四段呢 有哪一位同学可以帮忙 我们看还有谁没有回答我 我来我 很好 很好 乐妍好 最后一段是有讲到希望您慷慨应允 则本校就收获不浅 然后会答应 然后因为这里是有讲希望对方答应 然后本校学生会收获不浅 然后会自谢 对 对 对 第四段这里有看到两样东西 就是希望对方答应 然后呢 我们谢谢他们 ok 是的 这就是我们应用文的内容 ok 好 那么在写英文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用平常 时常口头用的 比较口语化的词句 比如说这一句 所以写了这封信 那如果在写英文的时候 我不要写到这么长 我应该要怎么用正规的书面语表达呢 可能我又请乙琪来说说 顾特制此函 是的 顾特制此函 那 下一个呢 可能乙琪可以问 我想问一下子音 如果捐多多千的话 他的书面正规用词应该要怎样写 子音就是Rachel 来 Rachel Rachel Rachel听到吗 哦 我帮他回答吧 好的 慷慨解囊 多多益善 是的 到下一个 我问回子音 如果你能答应我们的要求 这书面正规用词又是怎么讲呢 是的 然后子音还是 子音还是 Rachel Rachel要回答 没有声音 听不到喔 Rachel那边有一点点technical problem 来我们看还有谁要回答呢 录音怎么你盖着你的口 或者是韦芳 韦芳你要回答吗 但是叶凯也是 还没有出声 可以啊 还没有出声 OK 来我们给韦芳 就是 比较正规的用词就是 如蒙应允 对的 好的 那可能下一句呢 对我们的活动很支持 我们又可以怎么回答呢 叶凯可能请你出声 叶凯可能请你出声 来 就是对本会的活动 给予不予以利的支持 对本会的活动 给予不予以利的支持 是的很好 那下一句呢 十分感谢你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书写呢 OK 乐言 乐言 感谢万分 那最后一个 那些想申请的人 我们可以怎么来讲呢 我来我来 好的 以及 就是写预申请者 对 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注意 当你写应用文的时候 你要用这一些 正规的书面用词 那一般上 为了帮助你们 在考试的时候 有信心 信心满满的进入考场 老师呢 就鼓励同学们 学习多 用这样的一个句子 比如说 本校为了某一个活动终止 就是刚才是发扬 这一个文化艺术吗 学武师 然后定于决定在什么时候 活动的日期 OK 年 某年 某一个年 某一个月 某一个日 星期几 然后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举办有关的这个活动 当然这里是请教练来 教导这个武师 好 还多一种一个句实呢 同学们也要习惯用 就是书文 好 美言 美言就是要称赞对方 比如说热心教育 为什么我们请你来 因为你们就是为教育很热心的付出 OK 好 故特制此函 恳请您 这里就带出了写信目的 为什么我写这封信 好的 好 来同学们 这是很重要的 应用文的格式 刚才老师有讲过 就是10个 7个 6个 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是公函 公函的格式有10个 那在这个画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发信单位和地址 就是在横线的上面 同学们要记住 然后呢 横线下面呢 就是收信人的直显 名字 还有地址 OK 这边就三个了 然后同一排 地址这里呢 就要有一个日期 什么时候做的 这个很重要 然后称呼 称呼对方 陈先生 林先生 等等 都可以 老师 如果我写美女 这个不规范 不规范 不规范 因为应用文一定要用规范 口语也已经错了 不是错 就是分数不高 对吗 不要这样子写 是的 我们称呼最好正统一点 就是先生 女士 小姐 没问题 或者她是经理 她是厂长 她是监督 这些都可以 好 好 我继续 再来两个就是下面这里有说到发信人的直显 就是她的 比如说刚才是校长 校长写的信 那老师要提醒同学们 这个直显呢 你要从修齐中学校长 如果你是华文学会主席写的信 那你就要写修齐中学华文学会林志平校长 你的这个直显就要长一点 所以要看那个写信人的直显 然后最后一样 署名 老师要交代 署名呢 你们最好不要签名 你签名 然后我们读不出是谁写的 不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就是不鼓励 不鼓励 不会来到高分 所以 会扣分 所以最好呢 我们还是写 林志平起 然后这个字起 或者是林志平上 OK 所以如果同学们 都把这十个格式 记好 写好 没有问题 没有扣分 你就稳稳的拿到A级了 A级的 容易吗 朋友们 都可以 他们都可以 就是很小的 全部都是在那边私下了 是很小的东西 对 来 接下来我们看内容 内容有包括写信目的 详情就是刚才我们有提的 还有活动终止 还有这一个赞语 OK 所以这些都很重要 同学们都要熟悉 好 这个只是一个罢了 第一类型就是公函 那下一个呢 通告格式 看一看 比较一下 刚才的那个公函跟通告 可能我请一下同学哪一位 可以帮我说一说 这个公函和通告的格式 啊 叶凯 好的 这里只有七样 通 这个通告呢 它就 通告还是没有 它是没有这个 什么 没有什么 是没有收信人的词写 没有收信人的名字 对 刚才我们在这里 这条横线下面有三样东西 写通告呢 就不需要那三样东西 所以是谁的姓 什么地址 某某人 什么人 不需要了 这个就是通告 那在哪里我们看到这通告呢 其实在学校很常 校方他都会发通告给家长 给那些家长 父母说学校有进行什么活动啊 或者是要筹钱啊 要见校啊 就是用这个通告的格式 所以刚才叶凯说的对 就是少了这三样东西 那其他的一样照跑 发通告的单位 地址 然后日期 然后字 这个字 对象 就是看那个通告给谁 刚才我讲给父母嘛 所以是全体家长 如果是给老师跟学生 全体师生 这样就好了 ok 那接下来标题 标题就是为什么我要出这个通告 就是校方要主要讲什么 要告诉家长什么 最后就是发通告的职闲 还有署名 这两个跟刚才的一样 好我们再看第三类 就是启示 那什么是启示呢 同学们你会发现这个启示 只有六个格式 又少了一样东西 如果对比刚才的通告 启示少了什么 来有谁可以答我呢 Rachel要答吗 可能Rachel有一点点 这个是没有了那个 字的对象 对不起 没有了什么对象 对不起 少了这一个部分 就是标题上面有一个对象 就是谁 这个刚才通告是说给父母们 给老师 给学生 可是在启示呢 就没有了这个对象 是的 其实这个启示呢 它是什么用途呢 比如说你在外头 你看到有房处租 原来如此 有房处租要租给谁 租给整个社会的人 谁有去有兴趣要找房子的 就可以写通告 就是可以看了这个通告 就去租房子 或者有人家里的爱犬 狗狗不见了 他要找他的狗狗 那么他就可以发这个启示 OK 那在报章上 我们也时常有看到 这个启示的用途 就是通告给大家 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的人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OK 好了 接下来我就去下一个 所以同学们 这个发应用文的目的 详情活动终止 还有赞予 我在这里给同学们一些例子 OK 好 当学校进行活动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边就有一系列的活动 那究竟他的宗旨是什么呢 OK 好 我请同学们 可能一起 告诉大家 辩论会 要写什么 怎么样的宗旨 辩论的宗旨就是 为了训练同学们的辩才 进而提高花文水准 是的 这个是辩论会 那如果是歌唱文艺表演呢 下一位 好 歌唱或文艺表演的活动宗旨是 为了发掘同学们的唱歌才华 是的 你要歌唱 你就是发掘你的才华 是的 好 下一个旅行 或者是参观工厂 有谁可以替老师念 文秀说了吗 还是去说 说了 但我可以再说 好的 很好 下一个 韦方说吧 OK 好 韦方 下一个就是旅行和参观工厂 它的宗旨就是为了增广 让学生见闻扩大他们的视野 是的 那经济比赛呢 由我来吧 好的 哇 竞技比赛的宗旨是为了提供学生锻炼体格和参与自己的机会 是的 嗯 是的 那下一行就是球类比赛 如果我们学校要举行球类比赛 可以写什么宗旨呢 我看到类言 类言举手了 是啊 好的 球类比赛的宗旨是为了观摩球艺交流经验跟并联系彼此之间的感情 是的 好 那学校还有一些节日的表演 文化的表演 那应该要写什么宗旨 我来玩 嗯 对 节日表演或文化表演是为了发扬华族传统文化 然后成为一个出版刊物或作文比赛的宗旨是为了发掘同学们的创作才华 并培养写作风气 对了 是的 同学们在学校我们有举办这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都可以引用这些宗旨来完成我们的应用文 那除了这个宗旨那部分 我们还有这个活动的详情 那可能也请同学们一人一句的带出来我们的这个活动详情 OK 一期 第一个活动详情是有意申请者可向秘书处索取申请表格 一是填写后交于本会已被审核 对 这个是要申请的 要填写表格然后表格交去哪里 那第二个呢 过吧 好的 任何有意出席做谈会的同学 可在2008年8月2日向本会秘书报名 是的 要报名 那就要向谁报名呢 向秘书 OK 好 下一个 谁可以帮忙 下一个就是比赛分高中与初中两组 这个是学校的比赛 它有分成两组进行 OK 下一个 由我来吧 好 所有参加这项活动的学生 专于2008年8月2日 3580在学校集合 是的 好 最后一个 请一位同学来念一下 好的 乐言 有意参加者请在截止日期前 填头表格交给校友会秘书处 OK 好 这些都是有关可以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 可以学习写的一些活动详情 那最后一样就是这个赞语 可能因为时间老师就念吧 那在我们写英文的时候 赞语这部分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向对方请求帮助 或者是出席讲座成为演讲人 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恰当的 OK 在这里呢 素杨您一向热心助人 若蒙答应派出救伤队协助 这则不甚感激 OK 所以就感谢对方来帮助 您是一位资深的华文老师 对辩论比赛的评判 有极丰富的经验 本会特此邀请您前来担任辩论会的评判 所以就直接接着这些赞语呢 就请老师过来做评判 第三项 这里有说到 素杨您在文学方面有极高的招议 就是对方在这一方面很厉害 那下一个 会会代表能言善变 或者是在比赛球类 球艺精湛 若蒙答应前来比赛 本会代表必定获益不浅 OK 那最后一个 素杨您热心教育 所以同学们不要小看这些赞语 恰当适合正确的应用在你的应用文里面 你就得到好分 OK 好了 现在做一个总结好吗 应用文的总结 可能我们又请同学来说一说吧 好 谁要 叶凯来 应用文的总结 首先我们要了解 应用的格式在一个正确的方式 公函就有10个格式 通告7个 而其实就只有6个 所以这3个格式我们都要用的妥当 好 除了格式呢 字数要拿捏的妥当 对 字数 那除此以外呢 然后我们必须要注意目的 宗旨 详情 赞语等细节 这是内容部分 再来一个重要的 最后一个就是 潜词要用字要简洁 有力 是的 OK 好 同学们 就应用文老师就说到这里为止 记得在你上考场的时候 你要准备好这些老师所讲的东西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老师我看到他们真的是很棒 老师问什么他们都会回答呢 我看你们A在手中了 非常好 非常好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进去那个考场室里面 一定要跟自己讲 我一定可以拿到A 我一定可以拿到满分 是的 好了 同学们你们累不累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累 很好的精神 但是老师要休息 老师要休息 老师要喝水 天气很热 你们也应该要喝水 好 来吧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会再见面 谢谢 好了 欢迎回到Line Road to Success SPM 2020 还是跟我Fiona姐姐在一起 那刚才我们第一部分已经完成了 我们还有第二部分 那记得记得如果你有笔 还有笔记记得放在你前面 如果老师讲什么重要点 重要的点 你一定要吵下来 好了 来 我们不要花时间 我们让黄老师继续教我们吧 好 谢谢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到遗嘱 就是第二部分 是谈到作文 OK 同学们 你写作文 是 就是你要放心地写 你一定要准备充足 那在这个大马教育文凭 这个作文这一部分呢 它会有五个题目 所以需要你想一想 看清楚题目 要思考 OK 那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就是题目 遗嘱70分 刚才30分 已经在应用文那里拿到了 接下来就是写作文 你需要写一篇文章 字数不少于400字 OK 那大概同学 一般上的字体 你要写400字 就是一面多 OK 你的这个白字 A4字 写一面多 一面半 最少 最少啊 老师 如果我想写1000个字 可以吗 你写双倍 分数不一定那么高 哦哦 老师要看你写的内容是什么 对不对 OK 所以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五题 任选一题 所以同学们可以自由的选题 但是在选题的过程里面 同学们就是要注意 究竟你里面准备的东西 能不能够发挥的出来 所以这边老师有劝告 切记把毕生所学的发挥出来 就是尽你所能的 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OK 那千万别紧张 通常考试同学们都会紧张 是啊 如果紧张 全部都会忘记 你需要镇定 呼吸 深呼吸 然后把你所准备的慢慢写下来 所以要考得好 记住 内容要写的与众不同 这与众不同就是有讲究 所以不是每一个写 400个字以上的同学 都能够拿好的成绩 老师就是看你的内容讲什么 好 我们来试试看 看一看这个往年的试题 是出一些什么呢 OK 好 我这边我需要用到笔一下 OK 抱歉 如果老师在讲教课呢 你们在家的 你们有什么要问 继续 然后挤起你们的手 来停止我们讲 我有问题 我要问 OK 不会骂你的 不用怕 我们这里很友善的 OK 一 touch它就 然后 然后 看了老师在那边写的吗 OK 好 好 对不起 刚才答案出来了 不用紧 这个是已经出了的 这个是往年的试题 所以不会再重考的了 OK 那看一看第一组的题目 我请同学们看一看 然后告诉老师 究竟出了一些 往年都出过什么题目 OK 那那个义 请义琪跟我说一下 读一下那个题目 然后告诉我们 这个是什么类的题目 第一个它的类型 我看起来像是个人 或者是比较偏向家庭类的 手足琴 父亲 牵着妈妈的手 庆团圆回家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是的 对 义琪说的好 那第二项呢 可能 文修 第二项我认为它比较像靠近科技方面的 这里说什么呢 谈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没有网络的日子 中学生应如何善用社交媒体 对 都说的对 跟这个科技有关系的 那第三呢 请下一位同学 韦芳 再读一次吗 还是 别人可以帮忙 第三 这是哪一方面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关于校园生活 校园生活 同窗情 应该是关于校园生活 对 如何保障学生在学校里的安全 中学生应如何善用社交媒体 因为对象是中学生 所以这个第三项是有关学校生活 好 好 老师先问第五的 走自己的路 飞吧 年轻的心 论青年人应该有梦想 人生需要挫折 那这一类的题目属于哪一项呢 有谁可以答我 我 好 这个是关于到人生历练的作文题目 这个的范围比较阔 就是人生 讲人生 讲道理 OK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四的 这一组 作文题目 一句话的力量 珍惜 创意改变生活 分享 生活处处有启示 路不转 人转 那么还有谁可以帮助我们 来 乐言 应该是开放题 对 这一组的题目很特别 因为它是开放式的 什么意思是开放式呢 就是说 那么当同学们遇到这些题目 你可以把它写成继续文 可以写成说明文 也可以写成议论文 OK 那么在你写的过程里面 当然你需要把你的感悟 在写继续文的时候 需要把你的感情 你所明白的 学到的道理放进去 所以开放式的这一种题目呢 同学们有自由选材的 这一个好处 就是你自己决定 你要怎么写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答案 对了 刚才同学们所说的都对 你们是最棒的学生 很好 全部都答对了 好 既然往年试题是这么样的出题 那我们今年要出什么呢 黄老师不是深言者 我没有看过题目 还以为要问黄老师给 tips 黄老师不是考试局的人 OK 我不能够代表这个 不能够预言 没有关系 不过我们来看一看 黄老师 建议你们看一下题目 我们也想一想要写什么东西 好 要注意 对不起 我先做一个总结 作文出题范围 它不外乎是围绕学生生活圈子 就是你们的对个人 对家庭 对学校 对人生等方面的经历和探究 那要总结 你要写好你的作文 你必须对你的生活 你个人的学习生活 有所感悟 OK 所以你需要去敢敢的想 还有呢 要用简单真实的情感 把它书写出来 OK 所以其实作文难不难 其实还好 不是很难 你的还好 我就很放心了 Shiona 你可以及格了 几个罢了 我要A 要A 那你就要继续学下去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题目 幸福的滋味 要写什么内容呢 可能我等一下会问同学们 那我先问Fiona 你看到这样的题目 你要写什么呢Fiona 看到这样的题目我写 幸福 幸福 幸福是 对我来讲 幸福是笑到见牙不见眼 对不对 对啊 没错 没错 可以吗 幸福的人是很快乐的人 对 是的 Fiona你 这样子老师我可以拿到几多分呢 400个字你写得到吗 可以几个 可以啊 你写到400个字 那可以几个 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放心的去写 你每天怎么的笑 为什么你要笑 然后你是怎么笑 然后你就在笑的里面 你就实在觉得很开心 就好像老师刚才讲的嘛 我们要敢敢去想 敢敢去发挥 right 这些些些些些 但是一定要有quality right 对 质量 好的 那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的同学 在线的同学 如果他们看到这样的题目 他们会怎么写呢 好 我们看谁要回答 OK 葉凯 如果看到 如果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题目 然后会写一些幸福的定义 什么是幸福 然后再说滋味的意思 然后再写一些 我觉得关于什么是幸福的事情 是的很好 他会写幸福的定义什么来的 然后他也会写这个滋味 就是感受 然后他会写一些故事 就是什么事情 弄使到他非常觉得幸福 这很好 那别的同学呢 可能有别的写法 有谁可以说一说 好 一起 就是我觉得幸福的职位 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 是一个团团圆圆这样子 好 家庭和乐 对 这个没有吵架 没有打架 OK 家庭和谐 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也是一种幸福 那在你过着这么幸福的日子的时候 你就会尝到这个甜美的滋味 这个不错很好 那再多问一个同学好吗 过吧 文秀 好的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幸福的职位就是能吃能睡 很成熟 吃很重要 对 休息也很重要 对 你要考好你的SPM 大麻教育文凭 你需要吃的健康 对 睡的充足 对 这也是很重要 厉害 那经过了这一次的讲座 希望同学们真的是吃的好睡的好 然后准备上考场也要准备充足 好 那我来讨论下一组 好 现在老师给你们五个题目 好 那 其实这个就是你SPM考试 可能看到的题目 OK 抄下来 那现在我需要同学们 给你们一点时间 你们去思考 你会选哪一题来做 然后你要写些什么东西 好不好 可能我们就 给他们一点时间 给他们一点时间 其实老师有五个题目这里 是 老师跟我自己聊 同学们你们想 你们想 我跟老师在这边聊聊 你们好了就举手 其实老师跟我讲罢了 是 是哪一题会比较容易呢 其实呢 容易得高分 容易来得到高分 这个得高分是要看你的作答技巧 内容第一 然后你书写的好不好 那个是次要 所以你要考高分 你一定要准备充足 所以如果不要准备的好呢 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我需要读多一点 对 这个文章是很重要的 你需要看很多书 但是你的条理要清 你要写的很清楚 要交代的很清楚 清清楚楚 我们看一看同学们 会写一些什么题目 好了吗 同学 时间到了吗 但是我想他们应该都知道了 都选了 好 谁要告诉我们 你会作答哪一题呢 好 文修 我会选择前方的路 前方有路 我觉得我们要向前看勇往直选 好的 所以你的作文是开放题 你会写成哪一种文体呢 文修 可能会是继续文 继续文就是说故事 好的 那下一位呢 下一位同学 谁可以选 谁可以选 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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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选哪一题呢 我会跟文修选一样的 但是你要写什么呢 我会写前方有路 是 关于前途吧 好 人生的前途 好的 你的前方有路就是你的人生 以后的方向 是吗 那你会写成什么文体呢 继续文 说明文还是议论文 韦方 我会写继续文 也是继续文 好的 已经有两个同学们 选第一题 是不是第一题很容易得高分 可能吧 那除了第一题 请问你们还有谁 会选其他的题目呢 我 OK 以前你会选哪一题呢 我会写第二题感恩由你 就是我会写成感恩不同的你 比如讲身边的父母啊 老师啊 同学啊 甚至是就很像不认识的陌生人 也是可以感恩 就是不同的你啊 OK 那也是继续文 但是你的那个写作答的方式 你会把那个你 定义为不同的人物啊 很好 这样的写法也是非常的好啊 就你写的东西别人没有 不可能写到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的成绩肯定是好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啊 要写好一篇作文 有一些步骤 OK 需要注意 同学们注意 比如说你拿到题目 你就要审清题目 OK 要审题 你立刻就要想我要做哪一题 这一题讲什么 我要怎么回答 然后根据这个题目的要求 OK 那接下来呢 你审过了题目 你就要确定这个中心思想 你要写什么 你要立意 OK 立意你要决定写什么 然后第三项是要根据中心思想 选好材料 选材 OK 你要放什么东西进去 OK 然后第四 要根据所选的材料 编写提纲 就是主材 OK 你就需要把整个整篇的文章 前面写什么 中间写什么 你要中间写多少段 然后最后呢 要有一个结语 那结束的时候你要写什么 这些都能够很好的 从我们同学的写作能力 里面表现出来 那过了这几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 接下来就是写咯 写 那写完了是不是就收工 老师在看着我 你觉得写完了还要做什么呢 我觉得收工 已经有三段了吧 开始 然后身体还有一个结尾 结尾 收工 放笔 放笔 老师劝你千万不要先放笔 先把东西从头到尾再读一遍 检查有没有并句 有没有错字 因为有时候你写得很快 对不对 考试很紧张 写得快 然后还有错字 还有标点符号 你会放错 所以都要仔细 但是这一个是最后一分钟 就是你的考卷交上去之前 通常考试 考卷交上去的时候 对方 就是老师会叫你检查你的学号 对不对 你的号 你的编号 有没有交错等等 不过老师劝你们最重要的 要先检查一次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这个题目 前方有路 究竟这个路是什么路 就像图画里面讲的 是马路吗 同学们 你们会认为它就是马路吗 就是从吉隆坡去到宜堡 我看到这个路 我感觉到很累 OK Fiona觉得很累 那好像路途很远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前方有路 我们也可以看作为是一个过程 因为目标在哪里 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 对吗 比如说我从吉隆坡要去宜堡 这个这么长远的路 我要经过很多的山 很多的路 很多的小乡村等等 OK 所以前方有路 我们可以把它 把这个路 把它应用或者诠释为 人生的路 OK 人生的路 人生路慢慢长远 也或者是方法 OK 这个前方有路 我们可能理解为 就是前面 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间 都有这些 前面不知道的 怎么样的情形 但是不用担心 就好像刚才同学所说的 他说都会有希望 希望之路 对不对 好像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我们大家都很为难 对 甚至连我们的考生 考试也一而拖 再而拖的 到延迟到这个2021年 所以同学们不怕 前方有路 对吗 好 来 我们也研究一下 那这一篇 前方有路 它是开放文体 就像刚才黄老师讲的 你可以写成继续文 写故事 但是你的故事要感人 要把这些 这个事情交代清楚 然后你可以继续 可以说明 也可以议论 OK 那我们来诠释一下这个题目 前方有路 就是前方是一个充满光明 与希望的崭新境界 OK 就是有一个很宽阔的空间 就好像你们考完试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前方 对啊 还有呢 这里也含示着我们不要放弃 就是你在多么困难 多么为难的情形里面 你都要勇敢前进 一定能通往成功之路 OK 所以同学们 祝你们 要考大马教育文凭 你们都通往成功之路 OK 所以审题的范围就是你写的东西 要走向前方的路的那段经历 感悟 要怎么走 需要什么条件 所以同学们都可以在你的文章里面 清楚地表达出来 OK 好 老师给一个提示 怎么写 这个字很重要 上集 上集 上集是什么意思 Fiona opening 不是 上 中 下 上面第一段 不是 要怎样拿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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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 那同学们 你刚才讲了 Fiona是刚刚及格的学生是吗 是 好 那你要考得好 不用担心 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你的内容 你所叙述的故事 要紧扣这个题目 前方有路 OK 所以同学们你在书写的时候 你的内容要具体 OK 具体就是说很真实的 大家可以明白 可以 可以看得到 可以听得到 要很充实的 比如说这样的 路上面有哪些 路上面对哪些问题 如何克服那些问题 OK 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克服 那你要从中得到了哪一些的启示 OK 那在表达方面呢 结构要完整 层次要分明 想略得当 感情充沛 OK 那要表达出作者的主观感悟 善用修持 具实灵活 有文采 所以同学们 你的文章都需要有这些特点 那老师看了 老师就可以给你一个 比较高分 好的分数 这个是写成继续文 说故事 OK 那如果写成说明文呢 OK 那要考的好 说明文就是说道理嘛 摆事实说道理 那你的内容也是要具体 也是要很详尽 要阐述这个前方有路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排除他人的干扰 坚持的走下去方法 通常说明文我们都是问方法 那表达一面呢 就是能引力深入的说明 前方有路的重要性 原因要如何才能往前方走下去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要把这个前方有路 写成说明文 你就需要写到有关这 你要达到这样的要求 那你就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OK 那第三种同学们都会写的 都可能会写的就是议论文 那议论就是在议论事情 OK 在说事情 讨论事情 看法 那要写得好 你一定要紧扣前方有路 进行议论 OK 题目是前方有路 所以你所写的东西 都要跟这个前方有路的挂钩 然后你的表达方面呢 你需要有论点 论点就是你的观点 你的想法 你的论据 论据就是你有什么证据 有什么道理 是真实的 要有说服力 还要论证有条理 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 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说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当中呢 恰当应用各种的论证法 如对比论证 举例论证 引用论证 比喻论证等等 所以是可以准备的 事先准备好才去考 OK 好 这是第一题 那刚才有说到继续文 当我们写继续文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这个内容 学生们写的内容 要真 要新 要深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 这个真 就是 要真实的 你不要变小说 不要变故事 不要把你看了连续剧的故事 拿来写 那个是假的 不是真的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把真实的感情 就是你考生 你是学生 你所经历 真实的东西写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那一个东西呢 我们怎样要 你可以想象 但是你不会写得很好 对吗 通常我们经历过那件事情 我们就会很真实的 我们知道很仔细的写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心 那心是有关时代 时间 OK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面对疫情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根据这个事实来写 所以同学们要实时装备这个时事 发生的事情 发生在学生周遭的事情 要带出来 就会显出你继续闻内容的心 最后一个就是生 OK 那你要有深刻的描述 终然是很小的事情 吃一顿饭 可是在吃饭的过程里面 我们表现出了 比如说团圆饭 对吗 刚刚过年 那在吃饭 那这一次呢 大家是用视频吃饭 上线吃饭 对吗 Fiona你有看到吗 那个有那些社交媒体传进来 大家开了computer 没台电脑 你看我吃我看你吃 你吃什么 然后我们花人 看电脑我也是这样子的 你吃什么 吃电脑 所以就没有那种真实感 OK 所以当我们写继续文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声 那通常一般上我们写继续文 我们是需要牵涉到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 还有感想 因为你把这些东西 就是所谓的五个W 一个H 谁 因为你把一个人 带进一个故事 然后什么时候发生 然后事情在哪里发生 你就把这个人物事件感想 经过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把它主要很清楚的 一样一样的交代下来 所以写继续文其实不难 但是你要写的好 要写的让读者读了觉得非常好 很感动 那你就需要有真材实料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一个 请学生注意的 你的细节描写 你写的越细 描写的越细 你的文章才有真情实义 你才能够打动人心 OK 所以同学们刚才 这个题目 前方有路 你可以写成继续文 但是你要注意这一些的 内容要求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看 韦峰还好吗 他的跌下来了 没有眼碎是吗 OK 来 我们继续 OK 可能这个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题了 同学们 第二题是感恩有你 可能我请乙琦 跟我念一下这一段文字 好 有一次我又闯祸了 不仅破坏公务还打架 几乎是被几绿老师揪着耳朵 进了教室门 站在张老师面前的肇事我 偏着脸 照着一副不怕死倔强相 我看到一向不发怒的张老师 竟竖的攥紧拳头 高高抡起 却僵在了半空中 就在我大祸不解时 张老师竟一把握住我的手 一脸愧疚的向几绿老师道歉 这辈子没有关号同学 老师的声音是低沉的痛苦而激动 我惊讶的发现 竟有泪花在老师轻瘦的脸霞滑过 我不由创演 我不曾如此感受过一个人对我的关爱 我心思不禁涌起了谢意 这一段文字比较长 但是里面有一些黄色字眼 不用紧 我们再看一看下一段文字 可能余琦你继续再替老师读 有一次我又传过了 不仅破坏公务还打架 被几绿老师拉进班 我正在张老师面前不怕死的样子 张老师向几绿老师道歉 而且我惊讶地发现 老师热泪盈眶 我不由红了双眼 我不曾如此感受过一个人对我的关爱 我心里不禁涌起了谢意 雨琦你可以对比一下 上面的文字跟下面的文字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它下面的文字 比较多种黄色字 就是比较偏描度 还有形容词的 那就会比较生动一点 然后上面的字就会比较淡调 上面的字就比较平铺之序 就很简单 没有什么形象 没有什么感人 雨琦我问你 如果上面这些文字可以拿到B的话 下面的文字可以拿到多少分数呢 什么grade 什么grade呢 A吧 有收到吗 如果上面的可以拿B 下面的肯定是 A 我答的 肯定是 那比这个更好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 同样的你在写这个继续文的时候 你需要加入一些描述性的词语 你需要加入一些描述性的词语 就是这些黄色的字 它比较生动 比较形象化的 把你的文字 虽然内容是一样的 OK 可是你却能够表现你的文笔 能够拿到高分 OK 所以同学们如果你善于写继续文的 你需要会用这些形容词 描述性词语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下一种文体 就是说明文和议论文 那基于这个说明文和议论文 它们有相似点 它的结构要求是需要严谨 然后它的层次需要分明 所以当我们写这个说明文和议论文 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的 那内容方面的要求 如果是说明文 你就要这个说明的深刻 OK 如果是议论文 你就要说理 说到透彻 那用词方面 都要简明准确 还要铿锵有力 就是要真的是 很有说服力 你说的东西就是 不能够讲错的就是对的 OK 那在你写说明文或者议论文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你的结尾 你的结束 就是每一段你都需要重申自己的立场 就是你认同 或者是你说这个方法很好 那你需要提出 就是刮够 与内容跟那个题目要刮够起来 有一个刮够 要拉起来 好 总结 你也可以提出建议或者展望 这是一般性的老师的要求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说明文的要素 它应该要注意的 就是切合这个题目 OK 条理要清楚 实力 说明真的是你要有这个数据 你说得很清楚 然后要有证据 当然这个是说明文 说明罢了 还要客观分析你的事理 OK 好 来我们看一看第三题 如何杜绝校园霸凌事件 因为题目是如何杜绝 如何杜绝 这里我们就 审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这是方法 你一定要有一些方法 那么至于这个题目 校园霸凌 校园有谁 主要就是学生 那除了学生 还有老师 或者是校方 校长 然后还有第三 就是教育部 OK 你看好像这一次 我们有这样的节目 就是因为教育部配合 这个为了考生的需要 而用这个电视节目 来教育 来帮助同学们学习 这是很好的 黄老师 我们的时间不多 还有我们可以 比较快一点带过今天的 是的 那因为是讲到校园霸凌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清楚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校园霸凌 然后谁被霸凌 这里就是讲到学生 可能我下一个就可以看到 来 这边有一堆的文字 可能请一位同学替我念一下 我吧 好的 Rachel 今天年来校园霸凌 日益猖獗 霸凌事件时有所闻 更经常见诸爆端 新手拈来的 就有一名18岁的英裔同学 纳文 因为性格文训 而遭同学霸凌 以致重伤不治 诸如此类的霸凌事件 我觉得它应该是用在开头的部分 是的 因为它从近年来校园发生的事情 然后要怎么样塑造一个安全的校园 是的 这一个是写在第一段 前言或者是隐言 那来再看一下下一段 哪一位同学替我念一下 语气 我来我来 OK 韦方 学生在杜绝校园霸凌事件中 亦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学生可充当校方的耳目 第一时间通知校方 关于同学被殴打语气压 好让校方能够马上采取行动 对付霸凌者 同时保护受害者 另外 学生亦可以组织防止校园霸凌协会 举办各类活动如讲座 以提高校园内 学生对校园霸凌的认知 杜绝校园霸凌 学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是的 这里如何杜绝 我们就看到是学生 学生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充当耳目 可以报告校方有关这些事情 然后学生甚至可以组织 就是防止校园霸凌协会 所以同学们如何杜绝 学生的角色很重要 然后在这一段的后面 我们就看到这里有再次的强调 学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就是说真的很重要 只有学生能够帮助学生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快快的进入下一种的体型 就是议论文 议论文同学要注意三大要素 就是你的论点 你的主张要明确 这个论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观点 你的见解 还有你的主张 要贯穿全文 论点必须正确显明 确保充实具体 然后第二呢 就是你的论据要求确实 要证明论点正确的理由和根据 所以你需要有一些数据 需要一些名人讲的话 或者是一些发生了的事实 你的东西必须可靠真实 使人信服 可取自现实中的教材 事例 史实 统计 数字 名言和俗语等等 好 接下来就是论证 论证是要求合理的 同学们可以用于证明这个 你写的论点的过程和方法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 在写议论文的时候 每一段要写什么 最重要就是你的论点中心 你要讲什么 OK 你的观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三角形来代替 就是论点中心是最主要的 然后你就说一些例子说明 然后说了例子 你记得要做一个小节 很常同学们呢 他的论点中心写得好 他的说明也很好 可是呢 在这个最后这一部分 就是最后一句 他没有总结回去 没有小节回去 所以这需要提醒考生们 在应考的时候 你真的选择写议论文 你就要注意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了 OK 最后一题 好 请哪一位同学 叶凯吧 来 读一读 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来 OK 孔子说 逝者如师父 说出时间的飞快如是 唐代诗人说 村中一棵树 修收万棵子 说明收获来自 劳动的双手 尚人如此 何况是我们呢 我们生活在如此 富足安定的社会里 就甘愿落后吗 不甘心就是不甘心 那为何不加倍努力呢 我们不能虚度一时一分 只要努力 一切皆有可能 只要我们都付出 心情的劳作 便会有丰收的希望 所谓一分跟你一分收获 是的 很好 谢谢你 叶凯 这里有说到孔子说的话 还有唐代诗人说的话 所以这里证据很切凿 所以是无可否认的 那这一个有画线的这里 收获来自勤劳的双手 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上考场了 你的收获就来自你的双手 要勤劳读书 对不对 对 一定要的 这个事实已经是这样了 更何况我们 所以最后要总结就是这一句 只要我们付出 心情的劳作 便会有丰收的希望 所谓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那这一段呢 就是一个大的总结 当你写完了这篇文章 你记得要总结回这个题目 真的是很丰富 已经最后一张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写作文 其实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所以刚才呢 如果你们看到呢 黄老师教到真的是 全部真是很完整了 希望你们在家 也有抄到重点 可以吗 有信心了吗 可以拿到全部满分吗 一百分 有 所以黄老师 最后你可以给一点鼓励 鼓励的话给他 好的 这边还有一句 你写的东西要别出心裁 千万别千篇一律 所以同学们 你进入考场之前 真的是要信心 你要准备充分 然后进考场的时候 不要惊慌 其实从头到尾 我都在劝你们 写要考好这个试卷域不难 记得不难 你要考好的成绩 你就需要多花心思 写得好 那就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 很好 谢谢大家 还有记得一定要努力 读好好来 还有休息一定要足够 喝够的水 还有读书一定要读好好来 是 好像刚才老师讲的 全部都一定要记好好 进到去考场 不要紧张 好了 现在我们要结束了 我希望等一下 可以再跟你们再见面 我们讲谢谢黄老师吧 谢谢黄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我学到的 读到的 在考场上尽量发挥 把试题看清楚 再做答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孩子 妈咪在这里 祝你考试成功 加油